孙敬沙的菜后采访 我觉得还是挺艰难的吧 其实一度也是零别落后 其实我觉得在于上来 我觉得韩文姐还是给自己制造了不少困难 尤其是她在进攻方面 包括给了我一定的心理压力 我觉得其实上来还是在于自己 这边可能还是有点急于秋成吧 我觉得老想打到自己所去 就是快了 就是快了 我觉得还是能够真正去 一分分慢慢往回药吧 其实在那边和下来马导也说 其实还是要靠自己去一分分慢慢的 把局面去转过来 我觉得还是没有放弃吧 当然我觉得在后面 其实我们俩也打出了很多高质量精彩的对比 其实今天 还挺大顶 嗯 本次比较 今天呢 对 我觉得他的球还是有一定的特点吧 我觉得其实所以我在面对自己 还是希望能够好好回去休息 然后好好全力一副准备 我觉得还是因为都已经打到八强了 其实每一位选手的实力 包括状态 其实都是越来越好 所以我觉得希望自己能够 明天还是能够越来越好 我打 我觉得打斯多克斯的话 最多就掉一球 另外我觉得大90%左右 应该是不会掉的 斯多克斯的实力 也能够保卫比 真是 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级别 对不对 继续赢吧 对不对 继续享受比赛吧 现在就是一个享受比赛的时期 明年的 明天 其实我觉得现在所有的比赛都行 明年的奥运会才是真正的难受 对吧 现在啥啥 现在我们 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比较重 没有重要的比赛呢 其实 是一个拿着 拿着一个冲者呢 就怕呢 有的人都像陈梦这样 拿到一半 你去拿到一半 上到上到一半 啥呢 你现在是无力上山 那是很痛苦的 我大 我大沙宝现在就直接上山 他没不拿的话 我们还有25 25岁 我们接着拿 对不对 但是 但是你这个谁就不行了 对不对 但是 但是你 但是你这谁 你谁就不行了吗 对不对 对不对 陈梦这肯定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能给你 能参赛就不错了 如果按照世界拍明 也是勉勉强强世界第四 就这么 就这么回事 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吧 我的嗓子已经不行了 再见了 再见了观众朋友们 感谢观众朋友们